随着年龄的增长,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结婚嫂,离婚率也越来越高。 主要原因就是婆媳关系不好,不仅经常跟婆婆吵架,还要跟老公闹矛盾,小王结婚已经三年了,但最近在跟婆婆闹矛盾。 妈,帮我洗一下,我要上班来不及了,下班回来洗不干净了,说完她就去上班了,等她下班回来发现桶里的脏衣服还没有洗掉,一季已经在上面洗不干净了,当时就有点生气,妈,你怎么没帮我洗,都洗不干净了。 婆婆一听她这么说,一下子也不开心地回道,我又不是家里的保姆,我哪有时间,这下两个人都生气了,小王觉得一直对婆婆很好,给自己妈妈买什么就给婆婆买什么,但是婆婆这样很让她伤心,其实这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小王太把婆婆当做亲妈了,所以才会想让婆婆洗衣服。 生活中反而很多的矛盾就是在于我们对一个人有过多的期待,所以在没有达到预想是有很大的失望,要明白一点婆婆跟自己的亲妈不一样,其实也有很多的婆婆总是喜欢把儿媳看成自己的亲女儿。 小王在跟婆婆相处的三年中,婆婆很多事情都要去管,比如说是小王在发工资后,想买一套自己喜欢很久的化妆品,但是婆婆看到价格时,就会有点生气地说,小王乱花钱,有了孩子后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, 但是小王就觉得很委屈,明明自己挣的钱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,怎么能叫做乱花钱,还有很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,比如说在小王没有叠被子时,婆婆又会数落她,说,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,才会叫她做得更好。 强行拉关系是我们中国式婚姻巨大的问题,自从结婚的那天就会有人说,要把彼此当作亲生母女,也有很多人幻想着可以跟婆婆相处得很融洽,可是没过多久就受不了彼此的一些习惯问题,我们要明白婆婆跟亲妈是不一样的。 在你上了一天班后,亲妈舍不得你做家务,婆婆只会责怪你,在你买了东西抄之后,亲妈会偷偷塞钱给你,婆婆却要被地鼠落你不会过日子,当你感冒生病时,亲妈会第一时间为你拿药,婆婆会抱走孩子怕你传染。 所以我们要明白婆媳关系,仅仅是单纯的婆媳,一个是长辈一个是晚辈,尊敬长辈,爱护晚辈这就是你们之间要做的,谁都没有亏欠谁,但是谁也不要责怪谁,今日话题讨论,你觉得婆媳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欢迎留言分享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